有時主題會說到目的 但除了主題之外,我們有一個心中的目的 例如我們要傳呼音,這主題就是鼓勵人傳呼音 但目的可能有幾種 例如有些傳呼音都動不動,那種鼓勵又不同 例如有些人在動,但力量不夠,更加鼓勵他,又不同 如果有些人在目的傳導,又不同 目的是根據對象而不同 例如馬太28章19至20節,講到大使命 其實應該是17節開始講 因為耶穌說天上地下的權勁都刺給我們 我們有所有權勁 可以說什麼呢?有很多東西 耶穌的權勁,我們也有這個權勁 去傳呼音 我們要出去,主題就是出去 目的就是出去 幫人做門徒,不只是信徒 重點可能在建立耶穌 凡耶穌吩咐都教他們遵守 又可以在耶穌就與我們同在 譬如那次講到,強調傳呼音的時候 你覺得很孤單,其實耶穌就在你旁邊 耶穌就欣賞你,耶穌就加力量給你的 耶穌又說,將來到審婚的時候 就說,你看看他多乖,這個時候 他榮耀我姓名,傳呼音是我喜歡的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在主題裡不同的 另外還可以說什麼呢? 一些方法都可以 說說傳呼音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 配合其他經文 例如說,能夠看出軟弱的人的方法 能夠尋找迷失的樣子 或者討告的方法來配合傳呼音 其實是我們可以有不同的目的 想達到目的 另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這樣 例如有些人的目的 我想這次每個聽完會傳呼音 另一種目的,我想聽完 聽完之後,有些人真的會做傳導 我的目的就是想興起人做傳呼音的傳導人 我可以用同樣的經文,但有不同的目的 當你有不同的目的,從頭到尾都保持著目的 例如你是想宣教的,是用這個經文的 我們就說到引言,說到很多地方的需要 人通常是這樣說的 我們教會已經夠辛苦了,需要傳呼音 我們需要多傳呼音 很多時候人會有這個想法 當是一個廣道裡面的一個點 去鼓勵人,為何宣教 我們會說,我們教會都很需要傳呼音 為什麼還要分時間去外國 那麼遠,我又幫不到他們那麼多 在香港先做了,我教堂先做了 可能會有人這樣 那麼我們就會說,我們教會真的聽很多道 但是那些人都沒有動 他們都拍手了很多訓練,但都沒有動 其實他們已經知道了,不過他們不肯動 但是去到很多地方,他們都沒有聽過 他們都沒有受過訓練 我去過一些地方,他們說傳導人訓練是兩三個月的 他們訓練什麼呢?就是讀聖經 跟著自己寫東西 沒有教導,我們很多東西的教導是沒有的 那麼他們就去傳導的 我們去到那些地方,就會看到 哇,那些人這麼需要 但是他們依然,神都使用他們 他們更加需要我們去幫他們 而我們當我們幫完他們 我們就會更加被激勵 回來後,心裡就火熱,能夠更加影響人 我講這個例子的時候 都是一路推動人去外國 去不同的地方,有需要的地方的需要 這樣呢,就是我由頭到尾都想達到這個目的 我們從頭到尾都想達到這個目的 我們從頭到尾都會